阿塔克小料理屋地址,台中市西区中情街186号电话,0423722895营业时间,18点到23点30分工休日,星期一店家FB,请按我阿塔克小料理屋的中情街这边开了很多店家。 隔壁是辣辣煮对面是个咖啡,还有之前去六街喝过的礼后来做,以及巷子口的拉面店家位置不多,保留空间感,店内装潢蛮有质感的门口地上还有投影店名,目前只有老板和另一位女生在帮忙所以赶时间的,就不太适合了。 老板一道一道上,我们也慢慢吃不过这边不好停车哦。挺好再走进来吧。 manu目前就简单的一张Otila酱味不会很高,可以多点几样来吃看看。 高丽菜卷80美元翁先生说不错,瘦肉比较多。 高丽菜晶甜Tilda,烤鲸鱼150美元鱼烤得很好吃。 我们又等了一下这道大家都有喜欢Tilda菜色的顺序我完全照老板上菜的顺序摆上来。 烤豆皮60美元表皮酥酥的。 沾点店家附的芥末或酱料也不错我喜欢再沾点气味粉Tilda。 烤鸡蒸95美元老板烤物都还不错耶,只是要等一下下不过一烤好马上送来。 热腾腾的很赞Tilda。 半时日式嫩牛肉200美元附白饭、沙拉汤、茶老板送上嫩牛肉。 不过没有一起送上其他饭食的餐点耶,所以我们快吃完嫩牛肉。 小姐才赶紧送上,牛肉很软嫩,萝卜快入味。 不过都偏甜就看台中人接受程度咯。 五花肉95美元五花肉很适合拿来烤肉串烧耶。 日式嫩牛肉的配菜上了有沙拉、腌大头菜、味灯汤、白饭。 猪舌100美元颇有厚度的。 带有嚼劲。 好吃Tilda。 红喜菇酱油烧80美元调味刚好。 汁点菇类不错啊Tilda。 唐阳鸡100美元唐阳鸡就比较弱一点。 摆盘上感觉有点空虚。 吃起来有一点点进步空间。 棕烧鸡腿肉100美元。 酱烧有盐味和酱烧两种口味可以选。 酱烧的也不错。 老板这边满多酒类的。 适合小酌吃串烧的地方Tilda。 开车不喝酒。 喝酒不开车。 因为白饭不够。 所以另一道饭是老板给炒饭这天的炒饭好甜。 小朋友都不吃。 朱里基佛朗贝190美元这是最后一道。 一样没有跟其他配菜来。 喝Tilda带点酒味。 我和翁先生对后边吃肉边喝茶吃完价格不贵。 餐点有用心。 是满推荐的店家相信上手之后会更顺利的Tilda。 蓝色起事IGBLU119CHESC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